雷歐聊世紀 天明榮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伯根蒂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公寓盃的比賽 OK 公寓盃雖然已經打了很多場 但目前我看起來的感覺 還是有相當多的選手在長照 畢竟現在打完只是激憤而已 只是跟你後期的總決賽裡面的 這個排名會有關係 就是總子選 現在打得越多場的話 總子選就越往前 所以感覺有一些人在長招 沒有拿出他們真正的大招 所以有一些比賽打一打 可能打個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就投降了 所以這幾場比賽呢 我有挑到幾場 我覺得還不錯的比賽 來跟大家分享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 紅色的文明 紅色的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博文帝人 大家提前一個style 可以研發這個經濟科技 可以研發一級農一級木 而且研發的價格也比較便宜 那伯格麗的後期呢 他的馬舟科技也是半價的 所以這個速成遊俠 也是說伯格麗人這個文明 那伯格麗人呢 他的遊俠呢 是160滴血 那火槍火炮呢 是增傷25%傷害 所以用起來還是比較偏向於 用急兵馬上輕裝兵 遊俠還有火槍火炮 作為一個主力的打法 那接下來看一下 阿茲特克人這個文明 那阿茲特克人呢 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生率 每點一個科技呢 都會增加5點的血量 那現在呢 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血了 那阿茲特克人呢 村民的支援攜帶量 可以到13 所以這個村民呢 在前中後期 有經濟產量都是很不錯的 那後期阿茲特克人的步兵呢 也可以再多加4點的傷害喔 這個8加9的老鷹喔 也是阿茲特克特允的喔 那阿茲特克人呢 後期呢 步兵的暴勇士喔 比較針對步兵喔 那這場我們知道是伯根帝人喔 所以可能會比較偏向於 森旅戰 還有這個 戰矛反火槍之類的 可能會比較有機會一點 好 那這張地圖是競技場喔 那其實阿茲特克人在打競技場的時候 後期都是打森旅跟槍兵 不然就劍勇暴勇士 跟頭石車這種搭配組合 但是頭石車這個東西呢 遇到火炮文明喔 基本上也是不會出現的 那更有可能是 寶吹快弓喔 會比較常看到的 好 那下方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配置喔 這邊是四個人伐木 這邊再開了一個了 兩邊都是各方一個伐木場 都是四個人伐木 這邊是單伐木 然後七個人先伐木 經濟配置有點不太一樣 那阿茲特克這邊的升級方式喔 蠻特別的喔 22村就點下了封建時代 這個P數通常升級上去喔 是沒有辦法點下帝王時代的 但是以這個競技場來說 我是可以偷織布的 所以這邊織布技術是不會那麼早按的 那省下的50黃金呢 就可以讓自己的經濟稍微好一點 好這邊再稍微 下市幾根冰工廠 那肉還差200肉 這裡可能買100肉還不夠 可能要多挖點黃金 然後賣掉石頭 直接上 OK買賣 狂上了 好那這裡再多挖點黃金 這裡沒有挖石頭 有可能不是要打這個 寶推囉 而且石頭都賣掉了 所以這邊要看一下 阿茲這邊的想法是什麼 那現在 Hera呢也已經加入了GL戰隊了 所以現在是看到塔塔爾跟Hera 是戰隊內戰 好阿茲這邊是補下了一個軍營 那待會應該是會出老鷹喔 出老鷹然後加修道院的一個組合 出老鷹然後打這個老鷹槍兵 去打對方的僧侶 那阿茲特克呢 他沒解一個聖物喔 還會增加33%的黃金加成 所以這個拿到5聖物的話 相當於拿到6.5顆的聖物的量 哇 直接野在外面阿 野修道院 太狠了 Hera 這邊的經濟配置會比較嚴格一點 至少要5片田 或是7片田左右 才可以維持村民的產量 還有再加上按老鷹阿 或是一些槍兵的產量 所以田可能還要再多傻一點 下方這裡呢 要趕快繼續按修道院 前期就投資兩個修道院 是不可能開下城鎮中心的 那通常這個打法會 接續出這個工程器製造所單位 例如衝車阿或投石車 開始潛壓對手 五升五檢完潛壓 然後再看對方有沒有防守 如果對方3TC開動的話 自己也可以開個TC喔 開始挖石頭之類的 但是威力來說會稍微弱一點 我還是比較建議這招打起來還是比較 不要用去開TC會比較好 因為該兇的時候就要兇到底 不能兇一半的 那阿姿這裡是沒有轉老鷹 因為老鷹是打不贏 輕騎兵的 右邊一隻老鷹想要去抓生鷹 但是被輕騎兵給收掉了 這生鷹稍微著想一下 逼退了輕騎兵 這邊生物撿一下 OK 再出來蓋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黃雞鷹產量有點過剩囉 超多人 我看也可以直接用買的吧 直接挖黃雞買上城堡 買一根城堡出來 可以考慮一下 這邊趕快按衝車 按衝車趕快去撞城牆 不過獵人這邊遇到這個衝車打法 最好的方式就在這裡喔 正面圍成一個石牆 然後後面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投石車 稍微防守就可以了 當然有一根城堡的話會更安全 被建議生旅的部分 暫時要解是比較困難的 而且自己在開3TC的情況下 防守的話出太多的兵力去防守 是會傷到經濟的 這邊開始爆挖石頭 已經開始殺進來囉 左邊這裡沒有圍嗎 這裡有非常多的弱馬 招翔 低調石牆 這裡要直接硬上 這波硬上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 哇 森女全部直接被 被夾殺 這波夾殺打得太漂亮了 AERA這邊只招搶到兩隻青奇病 衝車也是往後退 森女的部分還是在慘 但是槍辨識量實在太少 你看看 這波塔套打得非常優秀 爽馬叫我瘋狂出馬 結果他的寶還是有挖 但是卻好像也不用插了 哇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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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波硬衝衝得很漂亮 把這個磁牆低掉 讓這個騎兵有足夠的衝鋒空間 細節細節 好那這一波應該暫死喔 沒有辦法再繼續進攻了 但是這時候 HERA的單TC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囉 靠這個買賣上去的齁 好 直接補一根寶在中間的位置 你要補外面嗎 助危險 好直接開在外面 那塔套這邊也是出了一個衝車 開始蓋下了城堡 那HERA這邊有帝王時代的優勢 但城堡才剛補下 巨型頭時機可能會很難出 好這邊槍兵出 走一下 好解一下這個衝車 好生物趕快搬走 放回來放回來 生女趕快出來 太好了太好了 就可以撿到兩個聖物了 好像不只兩個聖物 哇靠五聖物 柏根蒂直接五聖物 我的天 HERA沒想到 他是一個早期生女與壓制 撿聖物的優勢場 結果他自己的聖物只撿到兩個 卡套還撿到了三個 不容易 不容易 好我跟敵人這裡點一下了 磚瓦技術跟帝王時代 還有輪軸技術跟化學 還有也還稍後走一個火氣路線 好 最新手時機來到了三台 後面三旅進去防守 避免被馬衝個一波 裡面放的清洗兵有九隻喔 數量其實還蠻多的 裡面也是放了非常多槍兵喔 只要如果他趕過來衝鋒 把這邊槍兵就可以上前戳掉了 好城堡最後還是修不回來 這邊再把城牆重新補上 這邊還升級一朵牆喔 好這邊清洗兵稍微看一下有沒有 出來開城市中心 唉唷但沒看到城市中心沒有關係 帶了兩個自爆桶 看他這一波 哇直接招破 OK 嗯 右邊已經被塗入進去了 家裡有足夠槍兵可以防守嗎 家裡一片荒蕪啊 趕快收村 槍兵要回救囉 但槍兵這裡回救的話 就會有前面的生侶就沒人防守囉 雖然是非常尷尬的情況 好只能用趕快 用這個軍銀喔 產出長槍兵 然後把所有的村民拉到前線 挖木頭 家裡已經不可以待了 這裡是一個 危險地帶 好看到這面 這面博敵人轉出了火槍 直接開鋒 前方的僧侶 僧侶的血量現在有65dc 好 直接硬蓋寶 蓋在臉上 四台巨頭11 繼續架起來 繼續拆 好 火槍地人這邊為了修城堡 花了非常多的資源 但還沒有轉出火炮來 那火炮的部分現在又有可能會被 阿茲特克的生侶給著想 而且有印刷技是無關心 所以火炮不太好出 那家裡這坨青騎兵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這邊用幾隻村民解掉青騎兵 槍兵要趕快按喔 但是已經資源乾掉了 HERA現在只剩下43村 至少89村 兩邊的村民處已經相差來到了一倍了 有不 有不 有勝率 好 那阿茲特克這邊進攻應該是沒有辦法被阻止了 我槍只能稍微擋一下 好 這邊在硬材 唉唷差點砸到 OK 沈的東西 血量有點極限 應該死掉了 右邊這邊開始有村民 從右邊開始想要逃跑 好 五個生物被打噴了出來 這裡阿茲有機會去撿喔 但是火箱已經過來 還有火炮 這裡用火炮先拆掉第一台巨頭 好 看起來阿茲特克稍微 公司被擋住了一下下 巨頭不敢往右拆 生物也不敢撿 來了 清奇兵要往前衝了 這一波衝鋒看一下 哎呀 這裡被砍死了一隻 阿茲這時候才補下救贖思想 原來剛剛還沒有點 所以剛剛其實是不能招搶火炮的 但塔套以為他已經點了 所以我們點下去可以招搶前方的射箭場 還有馬丘囉 還是我們這邊鬼轉阿茲特克馬爆 如何 右邊這個洞被補起來 但是重新又被火炮打出了一個洞 右邊的村民開始重新開下城市中心 目前塔套村民處還有89村 現在對上Hera46村 Hera村民這邊已經斷了很久 要努力在進攻 沒有肉的話 就沒有新的村民了 哇 這邊車女直接被村民包夾 左邊還有一隻火槍 要被招搶了 好 左邊的城市中心也沒了 好 那還有三隻火槍 重新繼續追 巨頭繼續拆 這邊生物開始慢慢往後撿 這波 火槍直接走到左邊城市中心 好 找到兩隻火槍還不錯 好 現在家裡被火炮跟火槍 闖入進去 頭 田完全被控住 恐怕地看起來還是很有機會 阿茲特克只有36村 博恩帝 哲伯書 好 但只有村民的情況下 還能打得贏阿茲嗎 阿茲這邊血量來到了70滴血 還要努力來著想 一直有嗡嗡聲 好 這邊趕快拉 拉到後方 好 這裡收村 好 這裡收村 好 收身 收村 好 這邊招牆到了非常多的火槍 五把火槍 但是右邊的火槍陣回來了 一發就是一隻森鋁 哇 直接擠掉兩隻 但是森鋁還是遠遠不覺得照得出來 死一隻森鋁 要招向這一串火槍 應該不是問題 到底是需要更多的手術而已 好 趕快用他的森鋁去招一下對方村民 盡一點村民來用用阿 村民落後太多了 OK 先騎兵再次衝出來 被招響掉了一隻 肉馬又被招了一隻 最後一隻被火槍給解決掉 右邊的火槍回頭反擊一下 來一個回頭槍 先射森鋁吧 先射森鋁比較好一點 哇 有點難解囉 好 這個火槍不能送 這是最後的火槍防衛隊 下方的建築物一直被巨型頭11拆除當中 這邊阿之要趕快把所有的馬舟跟射箭草 全部拆掉 最後再來拆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還有塑造院 這些產能建築一定要先控制下來 現在下方火炮一出來就被招響 有機會招得到嗎 但是招到之前就被先火槍給解決掉了 OK 看到火炮的話 瞬間把巨頭往後拉了 右邊還是有大量的僧侶想要著想 還是招到了幾隻村民 阿之特克現在沒有石頭 看到這些城鎮中心 可以插一根堡在這裡 直接控掉兩個城鎮中心也不錯 也不錯 阿之這邊稍微被壓了回去 伯恩帝在下面重新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左邊的農田也是慢慢復活起來了 這邊找到了一個漏洞 偷偷射射 navy 歐嚒嚒嚒嚒 呵這樣是說要遭這個馬銃 打印就是萬一的 這一波阿茲交換換得還不錯 抽名處開始有晚上追的感覺 國文帝人的抽名處只剩下八十四村 還加了一攻 看起來有點 國地是不是 有點危險 這邊鬼 哇 敲得下去嗎 NICE 全部自滴 笑死了 聲音太炸你很舒適了 用一些僧侶招俠 然後房子再蓋一下 火箱逃不了全部自滴 這個在職業賽事裡面看到自滴整隊火槍很少見阿 這就是傳說中的手動異端邪說 這邊再繼續走 拉開射程 這裡的五生物 剩三生物了 所以還有兩個生物被阿茲給搬走了 這裡拉了一個新的巨頭過來 清起兵 能慘嗎 來不及 三生物被打噴 裡面有一台巨型頭司機 巨頭反巨頭 好 拉蠢過來修一下 然後這裡要往前 小心 哎喲沒中 好險 移動中被砸到會很虧阿 好 後方稍微拉一下 哇塞你過來 四隻能夠解光嗎 招一隻 火槍 趕快繼續招 唉喲拉這邊的生女 有點在發呆 好 這裡用村民加上火槍 突圍能夠成功阿 趕快在招火槍 後面的村民會有點危險 好 這邊兩隻火槍被招響掉了 當然要來守思生旅 用村民來守思生旅 太狠了 好 右邊這裡招響到了一些單位 哇 右邊也在開打 現在雙邊開鬧 右邊補了一根城堡 右邊是伯恩帝人最後的一片淨土 好 這邊就是用村民硬敲巨頭 好像有機會能敲得掉 這邊趕快再修理 好 右邊的部份繼續招 但弱馬還在繼續擋 怎麼會這樣 阿茲特克的村民樹 越來越多了 越招越多村 你的村民就是我的村民 我的村民 還是我的村民 這就是 引進 外國移民的概念嗎 OK 剩下的火槍中文搞定 好 下方中文解掉阿茲特克最後的大本營 右邊的本營 重新建立起來 防線這根城堡 絕對不能掉 好 最近投資機 這邊應該是拆得掉 問題發大 問題發大 OK 收掉了 阿茲特克這邊 除了城堡掉了 就要小心對方漏 所以這槍兵一定要繼續按 好 那就只能祈禱 我可以拿到這根堡 這根石頭也只剩下不到一百石頭 這邊再稍微買賣一下 買了一百石頭起來 這根城堡掉了 可能就沒救了 繼續投資機 打得準一點 再繼續買 這買了一百石頭 好 繼續夾 這裡繼續修 巨型投資機 打得很歪 怎麼辦 完全打不到 哎呀 城堡掉了 好 沒有城堡 沒有城堡 這裡就被 唉唷 果然喔 你看這個拆卸的圖種很容易被解掉 好 槍兵開始往前 劇場往後拉 放火槍繼續拆除 好 這裡有少量火槍 目前看起來阿茲特克 還是更有優勢一點 好 這裡敵掉一堆牆 要直衝 左邊這裡嗎 但是這裡有城堡喔 好 非常多肉麻 想要衝 有點困難 槍兵太多了 好 阿茲再裏補下啟示思想 增加一下生女的 CD時間 減少一下CD時間採證 目前阿茲特克的聖物呢 15聖物阿 黃金彩量喔 非常的可觀阿 每秒鐘都有3塊到4塊的黃金喔 一直入障 阿茲特克的聖物加成 是很誇張的 喔 來這個這個黃金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好扯好扯 OK 這邊直接應召後方的火槍 好 聖物直接開戰 跟槍兵直接互相傷害 但這邊聖物比較劣勢喔 聖物還要自己手動操作 才會攻擊對方的聖物 後面的肉麻直接衝鋒 但是被招降掉了兩隻 剩下兩隻青旗兵 要先打聖物嗎 但打聖物的話巨頭又拿不掉 哇 第三隻的青旗兵也被招降掉了 看起來阿茲特克這一波的招降戰 打得非常好 巨頭實際只要拆除掉這些承認中心 不能駐軍的話 聖物就可以一直招降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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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的只剩下村民 比沒有資源還要慘 不過更地 被Hera 驚為天忍的大地轉 好 右邊 怎麼可能這麼多巨頭 四台巨頭哪來的 欸 欸 這四台巨頭實機 欸 神奇了神奇了 剛剛完全沒有看到欸 他從哪裡彈出來的 喔 從這裡嗎 就是承認中心的樣子欸 好奇怪好奇怪 這個右邊我們一直在關注喔 左邊也在偷偷開戰阿 這些職業高手我們的手速太快了 甚至還把生物給打噴了出來 好 好 那應該是場上 沒剩多少村民了 48村 對上82村 不過地人的村民術被反超了 Hera這邊經濟開始 回暖了一些 而且這邊經濟變成數量越來越多 這坨火箱 在這邊一直發呆 魔王地人應該是忘記了 自己上面好一坨火箱可以用 好 先點掉一隻生女 第二隻 點不到 好 這手打到 好 打出了GG 這波打到有點像是在玩 游牧阿 把經濟場當游牧再玩的一場比賽 兩邊都變成游牧 游牧的這個流程了 在外面野外瘋狂開TC 城裡完全都沒人 大家都覺得 城裡是最危險的地方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石油普根地人拿到了 五萬九的資源勝利 阿茲特克這裡還有一萬四千的經濟差距 雖然經濟差距 輸了非常多 但是卻贏下了比賽 這也是世紀立國 跟其他RTS遊戲比起來 比較特殊一點 資源少的還是有可能會贏 並不是資源多的內房一定就會贏 那軍事方面呢 這邊是拿到了1.18的KED 阿茲特克是0.85 那這場比賽 HERA這邊真的是打得非常精彩 一度覺得HERA可能要被塔套給擋下來 結果正面突然一度全面潰敗 我覺得最大的關鍵 有可能是這一拖洛馬衝進去 導致他的塔套前線的正面 沒有辦法有機會 去偷掉這些生旅 那塔套的想法 有可能是用兩個自爆兵打進去之後 用洛馬先到HERA家裡 讓他斷經濟 但他家裡也是有藏一些肉馬 但肉馬的數量其實不夠多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收掉HERA的大量生旅團 所以這團生旅團進去之後 就一直著想 巨頭槍並防守 一路把家裡東西全部拆光 就搞定了塔套 所以這一點其實 有點微妙 可能還是要去衝他家 但是馬的部分 可能要再一半放在家裡 至少家裡還是要20隻輕騎兵 要去解這一坨的生旅戰隊 才有機會解得掉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